1819年中六的Mock 1A那份卷的第27題 這題是說到有一個帶電的粒子 它就以這個線性速度Linear Suite 進入磁場裏面 這個就是磁場,這個就是B值 在0.1秒之後 它就由這個位置去到這個位置 時間用了0.01秒 而電荷的量Q值就是這個 而電子或電荷的質量就是這個 求這個時候的圓周運動的郭惠儀是多少 好,我們知道最後這裡 其實如果我們要找到角位移 Angular Displacement 其實應該要用角速度去乘時間 我們就發現其實時間已經可以了 所以你主要就是憑它給我們的資料 是找角速度出來 即是找角速度出來 你怎麼可以找到這個 我們就想一下 其實它因為那顆有速度的電子 如果進入磁場的話 其實根據忽林明左手定律 即是電荷向右行 忽林明左手定律 磁場 電荷向右行 磁場向入的話 那個力 根據這裡所說 拉它向下 這顆應該是電子來的 不要緊 我們知道基本上 這個就是 這個向下 兩個箭咀的就是磁力 磁力 磁力的 Magnetic force 的計算方法 用回公式表 就應該是 QVB 這個磁力 不需要Sy-pheta 因為Sy-pheta 這個已經是90度 所以Sy-90度 就是1 而這個就是提供了 這個向心力 就令到它 QVB 就是力的源頭 因為有速度的電荷 進入磁場 而有磁力 這個就是結果 令到它向心加速 好了 我們發現 兩邊的V 約了之後 QB等於MV除R 這裡也要考考同學 對圓周運動的認識 就是線線速度除R 本身就是QB等於Mω的角速度 所以角速度就是QB除M 好了 如果是的話 我們搬到這裡做 Omega 其實就是3.2乘10-19 這個就是Q QB 就乘以B B就在上面 就是這個位 就是1.5乘10-6 1.5乘10-6 1.5乘10-6 就除回M M就是這裡 M就是3.4乘10-27 好了 所以角速度 Angular velocity 計算出來的答案 就應該是3.2乘1.5 就除3.4 再去除10-2 再去除10-2 應該是Omega 就是這個 141.176 然後把它塞到這裡 而乘以0.01秒 就乘以0.01秒 所以計算出來 Δ就會是141.176乘以0.01 答案是1.41 所以答案是D D OK